本节目由威斯科维纳奥迪赞助播出 威斯科维纳奥迪车款齐全服务周到 期待您的光临 沃诺克获胜乔治亚州参议员决选 泽连斯基当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中国发布防疫新十条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12月7日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李轩 期中选举参议员的最后一站 乔治亚州参议员决选结果在6日晚上出炉 民主党籍现任参议员沃诺克以51.2%的得票率 击败共和党人挑战者沃诺克 帮助民主党拿到参议院的第51席 比期中选举前还多了一席 让共和党选前高呼的红色浪潮显得虚无缥缈 乔治亚州的拉菲尔沃诺克参议员保住了他的席位 这意味着民主党人明年将对参议院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沃诺克当选州参议员已经两年了 从上次选举至今 他是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亚特兰大教会的一位牧师 共和党挑战者赫希尔沃诺克已经认输 沃诺克的落选也致使此前 川普背书的大部分候选人全部落败 这会让共和党将在未来考虑 关于2024年川普是否代表该党参选的问题 而沃诺克的胜利也意味着民主党在参议院将拥有51个席位 参议院民主党人明年将在每个委员会中占据多数 他们现在与共和党人分享权利 他们也能够在没有政府支持情况下发出传票 而且在最高法院提名等多数项目上 他们占有一席之地 而这可能会削弱温和派的力量 对于乔治亚州来说 激烈的绝选可能意味着 他将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关注 我们需要想想到乔治亚州州 2024年会成为一个参选的州 如果我们再往这路上 我相信我们会获得同样的结果 6日下午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举办了 新厂首部机台进场典礼 总统拜登出席典礼并发表讲话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在典礼上宣布 台积电将增加投资亚利桑那州建立第二场 总投资额由原来的120亿美金增加到400亿美金 在总统到达之前 台积电宣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规模将扩大三倍以上 对于工厂所在地凤凰城的投资金额 从160亿美元提高到400亿美元 到2026年台积电将再次生产60万块芯片 这是所有新技术发展的基础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说 其所有的芯片都将在凤凰城工厂生产 台积电将在凤凰城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微芯片 当然它也正在创建自己的国内供应链 台积电创办人张宗谋在典礼上表示 当下地缘政治已经大幅改变了芯片制造业面临的局面 同时他也警告 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几乎已死不太可能回复 目前有158家公司正与台积电一起迁往亚利桑那州 ASU总裁迈克尔克罗表示 凤凰城正在成为微芯片技术的中心 未来十年里 台积电的工厂将提供2万个建筑类工作 和4300个全职高薪工作 曾经是一片沙漠被称为饼干平地的地方 在未来20年内将收获城市经济超过170亿美元 今天时代杂志选出了今年的年度人物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顺利当选 他带领着乌克兰顽强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时代周刊评价其 以几十年从未见的方式激励了世界 泽林斯基也从一名喜剧演员成为了国家的英雄 时代杂志主编爱德华·菲尔森塔尔在今天表示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与乌克兰精神 并列为该杂志的年度人物 赞扬他无论俄乌之战 让人充满希望还是恐惧 泽林斯基都以我们数十年来未见过的方式激励了整个世界 时代杂志认为 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月25日开始 泽林斯基决定留在基辅 而不是搭乘飞机抛下他的国民独自逃离 他在社交媒体上频繁露面 在国会大厦 世界银行 甚至是格兰美颁奖典礼等等舞台上的发言 都让全世界更好地关注到了乌克兰的局势 获得了大量国际帮助的同时 也带领着乌克兰人民成功抵御了俄罗斯的入侵 于2019年4月成为乌克兰总统 10年只有41岁 此前他一直是一名演员 主要参演浪漫喜剧 并且还创建了一家电视制作公司 时代杂志认为 勇气可以像恐惧一样具有传染性 为了激励人民和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自由 为了提醒世界民主和和平的脆弱性 泽林斯基当之无愧成为了今年的年度人物 不过如今俄乌之阵的局势依旧陷入胶着 在最近的一轮俄罗斯导弹袭击之后 多个乌克兰地区依然在寒冷的温度下 面临着电力和水力的中断 与此同时 本周一莫斯科还指责乌克兰使用了无人机 攻击了俄罗斯领土内的两个空军基地 乌克兰方面则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泽林斯基今天在该国的武装部队纪念日 前往了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 探望当地受伤的士兵 本周是全国流感疫苗接种周 但根据CDC的统计 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却不如以往高 而根据CDC官员的说法 今年的流感疫苗与目前流传的病毒株高度匹配 能够很好的抵御发病 而另一个方面 全美新冠的确诊数字好像又迎来了一轮攀升 在美国的大多数州 流感病例正在持续增加 根据联邦的统计 今年全美至少有870万例流感患者 其中7.8万人次住院治疗 而迄今为止已经有4500人死于流感 CDC表示今年的流感疫苗 似乎与流通的毒株非常匹配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 流感疫苗的接种率有所下降 特别是在那些最脆弱的人群中 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10月底 孕妇的流感疫苗接种率 从2021年的同一时间下降了约12% 老年人的接种率在这段时间内 下降了大约3个百分点 与新冠大流行之前比 儿童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下降了约5% 伟生官员表示 接种流感疫苗是保护自己 和周围人健康的关键 如果你还没有打过流感疫苗 CDC官员表示现在还不算太晚 及时的接种能够更好地保护你和家人 另一方面 加州卫生部门最近通告了 洛杉矶县的新冠确诊数字 又来了一波攀升 自12月份以来的一周里 洛杉矶县的人均感染率达到 每10万户居民有258例 这是自8月初夏季激增消退以来的最高值 洛杉矶县的卫生官员 呼吁民众尽可能地接种疫苗 而室内口罩令也可能随着感染数字的增长 而再度回归 中国发布防疫新十条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 今天发布了十条新的防疫措施 允许大部分确诊者在家隔离 减少大规模检测 并取消了国内旅行的健康检查限制 新的政策措施标志着中国在即将进入 大流行病的第四年时 终于决定转向重新开放 中国在今天发布了新的十条防疫措施 宣布进一步放宽此前的要求 其中包括允许无症状或轻症人士居家隔离 要求保证药物的供给 以及提高老年人疫苗的接种比例 并且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检查健康码等等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声明中说 新措施寻求更科学 更准确的预防和控制病毒 并解决他们在实施中的突出问题 新的措施中还说 除了那些高风险地区 包括养老院、医疗机构、托儿所和学校等 将不再要求除时PCR检测成阴性的证明 或健康码的要求 除此之外 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也在今天发布声明 表示该园区将会从明天重新开放 在上个月底 全国出现了多个抗疫活动之后 中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回收了 坚持三年的清零政策 但是许多限制依旧存在 外界也担心 突然的大面积开放 会不会让病例数字大幅增加 耶鲁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副教授陈希表示 尽管未来几周、几个月的进展 还有很多未知数 但中国在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 提高医院重症监护能力 以及储备抗病毒药物等准备工作方面 还做得不足 专家说 虽然Omicron变种比以前的毒株温和很多 而且中国的总体疫苗接种率也很高 但是国产科兴疫苗的有效性 还没有受到过病毒的检验 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 即便是老年人等弱势群体 以及那些疫苗接种不足的人群 出现了部分重症病例 也可能会是医院不堪重负 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 传染病学教授威廉·沙弗纳说 中国奉行清零政策已经很长时间 他们现在进退两难 随着限制的放松 病毒势必会在全国蔓延 中国将不得不经历一段 疾病、重症、死亡和医疗保健系统 备受压力的痛苦时期 正如世界其他地区 在新冠大流行初期所见到的那样 上海复旦大学研究人员 曾于今年5月 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份模型预测 强调如果中国取消限制 并且无法获得抗病毒的药物 6个月内就会出现超过150万人死亡 但如果继续封锁 民怨沸腾、经济萎缩 如今在势必要开放的情况下 究竟新冠疫情的结果会如何发展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德国警方今天一早兵分多路 突袭局右派运动帝国公民成员 并逮捕25人 他们疑似计划攻击德国国会 推翻德国政府 被捕者包含俄罗斯人 驻俄德大使馆否认与这类组织有关 德国联邦检察官发布声明表示 警方出动包含反恐精锐小组 共3000多名警力 在境内11个邦 及奥地利与意大利 共130多处发动搜索行动 德国媒体形容 这堪称德国史上最大规模 对抗极端主义分子的警方行动 检方表示 这波突袭锁定巨性是帝国公民运动的成员 他们疑似已做出具体准备 要以一小群武装人士 强行闯入德国国会 检方还表示 被捕者遭控 至少在2021年11月底前 形成一个恐怖分子团体 目标是推翻德国现有国家秩序 以他们自己的国家类型取而代之 帝国公民运动成员 包括新纳粹主义者 阴谋论理论家 及枪支热衷者 共同点是 拒绝承认现代德国共和国的合法性 长期以来 这些人被视为 只是不满现况及思想古怪人士 但近几年 这个运动越来越走极端 如今已被视为日益强大的安全威胁 德国检方表示 这群准备犯案的恐怖分子采取的行动 包括取得武器 招募新成员及教授射击 且招募对象主要锁定军警人员 根据德国国内情报单位估计 这个运动约有2万名支持者 其中2,000人被认为可能采取暴力行动 被捕者当中还包括一名俄罗斯女子 根据检方的说法 他疑似协助嫌犯与俄国官员接触 印尼西爪哇万龙市发生自杀式袭击 一名男子在警署内引爆炸弹 至少两人死亡 包括凶徒及一名警员 另外有多人受伤 印尼人口第一大省西爪哇省首府万龙市 一个警察局 当地时间上午8点多 进行点名时发生这起爆炸 西爪哇省警察局长孙达娜说 我们的警察进行城间点名时 一名男子试图强行进入警局 警察想要阻止他 这名男子挥舞短刀 坚持靠近警察人员 随即突然发生爆炸 孙达娜说 后来附近也发现另外一枚炸弹 被拆弹小组安全引爆 他表示 包括一位行经的平民在内 有多位伤者 大部分遭到因主要爆炸喷溅的碎玻璃 和碎片击中 一名警察死亡 攻击者也被炸死在现场 当局表示 炸弹客骑着一台蓝色摩托车 前往警局 机车上贴有写上讯息的白纸 内容诅咒印尼刑法受到异教徒影响 敦促民众对执法人员开战 印尼警察总长李斯提约 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 攻击者名为阿古斯 据信与受伊斯兰国启发的 神权游击队有关系 过去集成因为恐怖主义罪名坐牢 2021年底获释 李斯提约还表示 我们找到数十份抗疫新刑法的文件 印尼是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 长期在对抗伊斯兰主义武装活动 印尼度假顺地巴厘岛 在2002年10月遭遇东南亚历来最严重的恐怖攻击 与盖达组织有关的激进分子 在酒吧和夜总会引爆炸弹 造成超过200人丧生 休息过后来看地方新闻 经过期中选举的激烈角逐之后 位于洛杉矶县东区的华人知名城市钻石巴士 新当选的两名民选官员 市长周伯华和市议员邓加油 6日在钻石巴士政府宣示就职 两人在就职仪式上均表示 将遵守竞选承诺 尽全力为社区的移居性和市民的问题提供服务 6日晚位于洛杉矶县东区的钻石巴士 召开了市政府会议 此前在期中选举中胜选的 两位华裔官员周伯华和邓加油 在会议上宣示就职 周伯华将接任钻石巴士的新任市长 在会议上他接过了前任市长 Ruslow的授权 并宣示成为新一任的钻石巴士长 他也表达了将会致力于 进一步服务城市的愿望 很荣幸可以当上Daman Bar 近期以来算比较年轻的市长 我们再来的话会帮助社区 去做很多各种改善 从Public Safety到我们的Downtown Daman Bar会一个一个方案一直的吹 然后直到说我们这边的Quality of Life 确定说我们的居民有好的生活品质 这样的任务才算完成 在此前的竞选中 邓加油与另一位候选人毛利成的选战 非常激烈 而最终身为医师的邓加油 以微弱的优势最终获得了钻石巴士议员的席位 在就职仪式上 他也表达了对获胜后服务社区的愿望和规划 我会尽我的权力为钻石巴士服务 尤其是以前我常常站在这个市议会桌子的下面 常常质询市议员 常常质询市府官员 那现在我们换个地方 我现在要坐在上面 我现在真的是非常兢兢业业 因为我也会受到台下很多居民的非常多的问题提问 那我现在有决心要做好最好的准备 来替市民解决各样各种各样的问题 来优化我们的市府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服务 据悉 钻石巴士隶属于洛杉矶县 位于洛杉矶东区碧林60号公路和57号公路 是为南加州华人聚集的城市之一 其中亚裔总人口占比约52% 华人占比非常高 就近山监事会在昨天投票 反对了警察在特殊情况下 使用机器人来执行凶险任务的决定 他们认为允许使用炸弹机器人 将违背警察体制改革的核心 并且会让警方在执行任务时的连带风险 变得难以控制 旧金山事监会在今天表示 他们将会禁止该地的警察局 使用遥控机器人进行执法 旧金山警察局的副局长大卫拉扎尔 在一周前曾经表示 他说警局可以部署配备爆炸物的机器人 以此来执行远程任务 这项投票是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所进行 旧金山议员希拉里·罗恩说 他收到了数百封电子邮件和社区成员的电话 感谢他们反对这项机器人政策 董事会主席沙曼沃尔顿还表示 允许使用机器人将违背了警察的改革制度 11年来 旧金山市警察局配备了17个遥控机器人 根据今年9月 州长纽森签署的加州议会第481号法案 使用这些机器人杀死嫌疑人将会受到限制 该法案要求市政府当局为如何使用军事装备 制定新的政策 各方还明确了 何时可以使用遥控机器人的问题 但最终投票结果都是一致的 以后人类是否会大面积使用机器人进行执法 我们不得而知 但目前来说 这场仿佛科幻电影般的故事也将就此告一段落 休息过后让我们来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美股周三震荡走低 市场情绪低迷 美国就业和服务业数据表现强劲 也是给FED带来莫大的压力 让他们继续采取激进的行动冷却通膨 而非转向小福生息 同时这也加剧华尔街高层的担忧 担心美联储加息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更长 担心FED过度紧缩政策会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多家华尔街大行也是针对美国经济衰退发出了预警 投资者对美联储通过加息方式成功压制通胀 同时避免引起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也是越来越不抱有希望 相反他们极为担忧 美国的经济状况以及2023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另外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数据显示 中国11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年减8.7% 这是自2020年2月 贸易受到第一次防疫封锁影响以来最大的降幅 中国疲弱的贸易数据 也加剧了大众对全球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 债势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明显显现 对长期供债的需求推动直利率倒挂情形 也是创下了40年以来最极端的水准 美国十年期公债值利率是低于两年期公债值利率 跌幅为1980年以来的最大 华尔街分析标普500指数也可能再次试探 今年早些时候触及的低点 到2023年即使美国经济避免陷入衰退 股市的回报率也将接近持平 策略师警告投资人 标普500指数近期可能会跌至3600点 因为这几个月来 2023年的企业盈利预期已被大幅下调 意味着该指数将重新试探今年6月的低点 那美股今天整体是一个低开低走震荡的格局 在收盘时倒指小幅上涨1.58点 收报在33597.29点 调普500指数录得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的下跌 收报在3933.92点下跌7.34点 纳指是下跌56.34点 收报在10958.55点 那在个股方面 微软公司美股交易代码MSFT 那最近也是考虑打造一款超级应用程式 是把整合购物通讯网络搜寻 还有新闻推播和其他的服务 微软高层希望该应用程式能够提升 公司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广告和搜寻业务 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用户 使用Teams和其他行动服务 也打破苹果和谷歌对搜寻服务的一个垄断 那也有知情人士透露 腾讯的微信呢 是微软高层的灵感来源 可能效仿腾讯策略 打造一战式应用程式 那微软在今天收盘时呢 由早间开盘的小幅上涨 转为下跌0.75点 收报在244.37美元每股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财经的全部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12月7日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